認真做好每個防守對位 高國豪 吳永勝等旅美小將 與台灣各大學精英球員 共同投入Nike Skill Academy 籃球訓練營 除了吸收技巧和觀念 對這些早早到美國打拚的球員們 更是難得與老戰友相聚的機會 我們國中畢業之後 就沒有真正一隊過 然後一起打球 默契應該還在吧 就差不多啦 就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打差不多的位置 就像他們的 不管是技術啊 身體啊 語言我是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 他們就覺得本身就很好 我覺得人本身就很好 對啊 覺得差很多 這邊我們的系統 會比國外的還要細膩還要多 因為我覺得 像我們學校 我們比較講究的 可能是個人的技術那些 像這邊就是很多的檔差 然後很多配合 這次的訓練營 由洛杉磯快艇隊 球員發展總監 Deaf Service 擔任總教練 與黃萬龍 許時清和楊哲 以共同指教 而帶領這批 多以UBA和旅美為主的潛力球員是 Deaf教練 也滿意的想把某些人 給打包回美國囉 有三個四個 有三個四個 我希望我可以帶來 我帶來 他們很好的 他們可以很好的 他們在美國 我不會告訴你 誰他們是 因為那是不正確 他們要學英語 那幫助理 你得到學英語 想挑戰旅美 不管語言或是球技 勢必得先準備好自己 這批臺灣籃壇的未來之心 都希望能夠藉由這次的訓練營 打開視野 大步的朝著籃球夢想前進 外圖新聞採訪報導